嗨老頭 我那隻草兔子輕人的休息有段時間了吧 只要我觀察他的等級為什麼還那麼低啊 你是不是太放鬆他了 別以為他年齡還小就讓他自由休息啊 得給點壓力才行 便宜的旅館睡了就是不舒服 喘音就算了連空調都沒有 還得我越睡越熱 真本身汗就像從水裡撈出來那樣 睡醒了就別在裡面滴哩咕嚕 快出來 城主已經在城門等你 等我幹嘛 你要的東西我都已經把你找回來了 再看我這城鎮我也不呆了 那裡都說什麼 城主找你事有幾次趕緊去 天啊 身上怎麼有九個太陽 難怪這麼熱 一個太陽都頂不住了 九個太陽以後不得第二天中暑 找你來就是為了這事兒 昨天夜裡飛來九隻金屋化作太陽悬掛山頂 原本茂密的森林一夜就剩沙漠 這是一種不祥的象征 我怕接下來我們會面臨一場大災難 趁災難還沒來臨時把他們趕走 只要把他們趕走 災難才不會來 嗯? 哦 那城主你是捨不得這個陣隊吧 我在很嚴肅的跟你分析這件事兒 難道你看不出來嗎? 嗯? 哦 原來如此 不對啊 城裡不是有很多所謂嗎 你趕緊派他們去啊 哦 已經派過了 不過 為了城市兄弟們重演 我這凡人心啊 打擾高貴的金屋休息 就讓你們和太陽全熱心了 那 那 你不會想跟我去驅趕金屋吧 不要啊 我還不想成烤兔子 就你那臉行為 怕還沒到山脚就灰飛燕滅 想對付金屋太陽 只有找到傳說中的攝日公和劍 哦 聽說你對找東西這方面很有天賦 所以找攝日公和劍只能拜託你了 喂喂 就這樣走啦 一點線索都不給我怎麼找啊 一點線索都沒爭到我走幾步路就要撿到 還是隨便翻翻山紗就能翻到哦 哦吼 難道我舉辦開關了 說什麼來什麼 媽爺 怎麼還有激光第一次先行 蛤 為了保護準正兵了 選好時機充壓 躲避大量激光 哦 差點就被烤熟了 接下來的岩漿庫巴小意思啊 小白杜白 用板兩隻耳朵 小白杜白 用手護神劍 鵝的叔叔離去 原來你和那些壞鳥一伙的 大臥舌不及不過你嘛 吃我一拳 可惡好可偷 說小火金超新化的怒火鳥 快吃我的怒火吧 啊 怎麼都喜歡幫助吃老虎啊 啊